在东京奥运会如火如荼展开之际 一群旅居东京的缅甸人士却聚集在体育场外抗议 示威者高喊着要求解放缅甸 抗议缅甸的军事政权 此外示威者说 直接前来参赛的缅甸选手 无法代表缅甸人表态 示威者也表示 提倡和平与平等精神的奥运 不能忽视缅甸正在上演的艰难情况 缅甸军方在今年2月发动政变 逮捕了安商素姬与公民政府高官 缅甸境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与公民抗议活动